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飞飞老师 哇,全新的一天 哇,时间过得非常的快 一晃我们就已经坚持训练了50天的时间了 是不是非常非常棒呢 给我们自己一个掌声鼓励一下 还剩下一半的路程 希望小伙伴们可以坚持到底 坚持会让我们变得更幸运 那从今天开始 我们正式的开始进到我们下一个阶段 我们把前面所学的方法 要去实践的运用到我们的学科当中 以及我们的工作生活当中 那从今天这个课程开始呢 我进一步的带着你们 来去尝试把方法运用到我们的每个知识点里面 那大家可以顺头摸瓜 也可以呢 根据我讲的方法举一反三 就可以尝试把它运用到自己的学科里面 但是有一点一定要注意啊 一定是要灵活的原则 其实方法怎么用 大家都不用过多去纠结 也不用说刻意的去想 这方法能用到这里 还能用到那里 其实它可以用到很多的地方 你只需要静下心来去感受它就可以了 所以呢 从今天开始 我们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了 小伙伴们要让我们加油打气啊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阶段呢 主要是跟大家分享怎么样把这种方法运用到我们的学科的专业考试里面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记忆文学常识类的知识信心 我们给这些知识做一些分量 比如说常识类的啊 抽象词啊 或者是一些概念题等等 名词解释等等 好 那文学常识类的 要怎么样去记一下 我们今天有几个目标 第一个 熟练地掌握文学常识的一些记忆方法 学会多种方法灵活运用 那我接下来讲的所有的都是根据我们前面的方法去讲解 我会给你举一反三 我们来看一下 那首先 如果我们想去记文学常识类 我们就应该清楚 哪些知识是属于常识类的 比如说一般或者是 一般有一个或者多个答案固定信息的 我一般都可以称这是文学常识类的 再比如说通识类的一些知识 能够提升我们认知成长的知识信心 比较多的常见的就像我们很多考试里面 都会有文学常识部分的考试 再比如说像一山到底啊 像是很多的一些电视节目里面 都有很多这种对答类的一些题 是不是啊 那这些里面所出的内容 其实都属于常识类的 他这种常识有文学常识类的 体育常识类的 音乐史 然后各个领域里面的常识 都叫做常识类的知识信心 所以你不用纠结 老师我不懂体育我不懂科学 等等等等 没有关系 我今天呢是拿文学常识来给你打个比方 当然这种方法可以应用到各种各样的常识记忆啊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啊 嗯 记文学常识类的 因为它的内容比较短 就你一定要去判断 就这个内容 你到底想要记到什么样的程度 你首先要观察它 常识类的知识不会特别长 因为它就基本上是考的就是你对它的一个认知 你要拥有了大量的常识类的知识点以后 它才能形成一个知识面 就是哎呀 这个人文学底蕴非常的丰富啊 是不是 因为你有了一个知识体系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常用的 首先第一种方法 是联想法里面的字头割绝的方法 你提取首次或者关键词 转换成画面 联想进行记 所有的底层逻辑 都是把知识转换成画面 连接记 知识里面分成数字文字 声音图片 你要做的是如何把这些内容转换成画面 转的过程当中 要找关键词 关键词去转换 不是直接去记啊 好 我们先来记这个内容 你看 五湖四海 五湖呢有什么呢 沃阳湖 洞庭湖 太湖 洪泽湖 和潮湖 四海呢 渤海黄海 东海和南海 那首先你要对这些内容 先有一个大概的一个了解 知道它们的位置 知道它们 其实如果你要是记着中国地图的话 你就非常好的可以去把它去记一下来 对吧 哪些山川河流 它的一个走向 这都是我们上初中高中的时候 我们学的地理事实里面 必须要去学的一些内容 但你会发现 时间长了以后 我们都还给老师了 那来看啊 我们今天先抛下那些理解性的内容 我直接先带忍记 但我说理解非常的重要 就你理解后再用记忆方法 刻意记忆的话 效率会比你直接用记忆方法 记忆的效率要提升五到十倍以上 所以最好还是理解 因为时间管理我就不详细的去讲啊 如果你们各自在不同的城市 你就对它就会比较熟悉一些 对吧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五湖和四海 其实怎么做 你看 它已经比较简单了 那么我们就提取首次转换出图的方法 比如说 那婆呢 就是婆娘虎 动天虎是动 太虎是太 红则虎是红 朝虎是朝 好 那我们来把它去联想 你看 动 婆 朝 太 红 可不可以 它其实因为五湖 你没有必要说非得哪个湖在前面 哪个湖在后面 所以我们可以稍微顺序转换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 谐音转换记忆联想 因为能出图的直接出图记啊 不能出图的转换一下 你看 东坡炒太虹 可不可以啊 谐音 你看 动 婆 炒 炒 太虹 这谐音嘛 你可以讲 东坡炒太虹 就可以联想 比如说一个苏东坡在炒 炒这个红烧肉的时候 炒的太虹太虹了 可不可以啊 你想上苏东坡 实在没有它的图像了 大家就临时去感受一下 哇哦 这个苏东坡炒这个 东坡肉实在炒的太虹太虹了 你看这不就记住来了 OK 东就可以想到洞庭湖 对不对 湖呢就是 波阳湖 潮是潮湖 太是太虎 红是红则湖 是不是第一时间记住了 你看 这是一种记忆的联想的方法啊 这是一种联想方法 那我们再看一下 四海 哪四海 哪四海 你看 渤海 黄海 东海 南海 经常看天气报的应该也会知道 那我们来看一下 提取首次转换联想节 你看 这个黄 你看 一样啊 渤 黄 东南 你可以讲 黄渤去东南亚海边旅游 可不可以 你想着黄渤去东南亚海边旅游了 所以就是 渤海 黄海 东海 和南海 就特别有意思 就编一个小故事 如果你想给别人去讲的话 也可以这样 就是 你自己在学习过程当中 你可以加一些场景 动作和画面 这样记起来会更容易 如果你要是说 老师我要参加节目 你参加节目 是不是有大量的知识内容 你需要记 你就不用说刻意的 说你一定要给他记的百分之百 如果你的回答方式是像一站到底 它是这种选择题 对吧 你有一个印象 其实就可以了 所以一定要根据你的目的来看 如果你知道填空题 那你肯定要记住 对不对 那如果是 如果他出的是选择题 那只要你有了连接 你就和他多加上了一个印象 就跟朋友一样 你和谁好 你是自己是有个感觉的 你只要多跟他接触一些 你对他的好感就会不一样 对吧 所以呢 你一定要跟知识做一个连接 那这是一种方法 你看 它是属于多个答案的信心 我们可以用联想故事方法 也可以用这个自投歌诀的方法 也可以用这个 各种各样的方法都可以 绘图的方法也是一种 多种多样的方式 但是我们常用的基本上就是这种联想方法 像这样的知识点比较少 所以一般情况下 我们不用这个记忆供电的方法 OK 你自己可以尝试 再举个例子 刚才是属于那种短一点的内容 那我们知识点里面还有长的内容 长的内容是什么呢 比如说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来看 这一段文字 你要对它有一个了解 对吧 这一段文字要对它有了解 比如说诗经 诗经呢 我们知道 诗经是我们最早的诗歌总集 收录了从西周到春秋时期的诗歌 将近305篇 也称之为是诗三百 这些诗歌呢 分别为风雅颂三个部分 风雅颂呢 是按照这个音乐的性质来去划分的 主要的艺术手法呢 是复笔星 那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 像冠军或者是奸家 都是风雅颂当中属于这个国风部分 哇你感觉就是 国风兴起的感觉 国风兴起的感觉 所以你看 如果我们现在就是要记这一段文字 你不去纠结说 老师这好不好是 我们现在就要记一段文字 或者是你在网上 你看到的那一段内容 你要把它记下来怎么记 记住 用它去了解它 用你去理解它 用记忆法科医记忆它 就是当你在不用记忆方法之前 你就要做一个准备 首先要理解它 知识心进来了以后 你要理解它是什么意思 你理解了它是什么意思以后 然后你要做的一件事情 找关键词 找关键词 找完关键词以后 你要根据你的目点 你要根据你的目点 来去选择好的自己方法 因为无论是什么方法 它其实记的都是关键词 关键词你要把它转换成画面 连接近 你看我说了 把文字转成画面 连接近 转成画面是转换你 连接是有多种方法的 我们其实前面学的所有的方法 它其实都是帮你更好的连接的方法 所以至于说用记忆功能 绘图还是思维导图 那个都是我们自己去决定的一件事情 这个不用去过多担心 其实你用着用着 自然就知道哪个了 就最开始多了 你不知道怎么能选 但是你不断用的时候 你就知道 前面这一端子 我应该骑自车车 到后面我最好坐地铁 突然间发现 这个地铁 人台几楼不舒服 那OK 你条件满足 你可以打一个车 这个就是自由活动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你要了解一下它的背景 你看我说了 理解是记忆的基础 所以你了解它的背景 你看诗经里面内容非常丰富 反映了劳动与爱情 战争与摇曳 压迫与反抗 等等等等 对不对 很多的内容 其实就是风土民情 就是这个生活 来源于生活的东西 记住 所有的文字 都是表达了一种生活的状态 所见所思 所闻 所感 所想 逃不出这些东西 你把这个底层逻辑搞清楚之后 你再来去记 你就会清晰很多 清晰很多 所以 好 你记住 这段文字 你对它 它其实就讲了诗经 给你一个 总的一个概括 好 找关键词 关键词怎么找 记住 关键词的核心是 你看你只看关键词 看能不能还原这个内容 如果你只看关键词 能还原这个内容 OK 证明这关键词找的是可以的 你别到时候找到关键词 你自己都还原不了 那不行 所以 它其实 你不要一次性 就想着 我一定要用方法记得特别好 你是要练的过程 练的过程 它就是要有修正的 不是说 学了记忆法 一遍就得记过 你在不断的用 不断的用的过程当中 你就知道 哦 原来我会在这个地方出问题 原来我应该联想 是这样的联想 这样的话 你才能去改编 去提升 我们来看 诗经 你看 诗经 红色 如果我找个关键词 收录了从 你看 诗经 是从西周到春青 一共有305首 对吧 是什么 什么阶段的 一共有多少个 对吧 分成什么 风 雅 送 然后呢 它主要按照什么来分呢 音乐的性质 然后手法呢 是复笔星 官居 和兼加啊 是属于国风的部分 你看 基本上你看 这里面有个特点 还有意思 就每一句 基本上找一个关键词 一到两个关键词 就可以了 你看 这是不是 你看 基本上每一句 就是找一个关键词 对吧 就很容易记 然后呢 像这样的内容 我们怎么记 像这样的内容 其实你还可以运用 这种绘图的方法 来去经营记 你看 诗经 出一个图 诗经 你看 是我国最早的 这个诗歌总集 你看 诗经最早的 这个诗歌总集 然后收录了 从西州到春秋 是不是 西州 你看 西州到春秋 春天和秋天 是不是 春天和秋天 然后你看 西州到春秋时期 305首 305可以想象什么 对吧 你看05是不是手套 三个手套 是不是305首 你看 是不是又出来了 305首 然后呢 你再看 也称之为是诗三版 然后你看 风 雅 送 哇 有风 有雅 有送 是不是 有风 有雅 有送 你看 哎呀 这个感觉 非常的棒 是不是 你看 按照音乐的性质 你看 按照音乐 你看又有歌曲 是不是 按照音乐的性质 然后它手法呢 是负比星 负比星 你看 是不是都出了一个画面 出了一个画面 然后呢 你看 你看这里面注意 你看 关鞠和肩佳 是国风的部分 关鞠 啊 谐音就是一个菊花 关鞠关鞠菊花 肩佳可以是一种植物 啊 一种植物 鲁尾 你还出了一个画面 对吧 然后这里面 就是你可以把它去做一个转换 对吧 305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手套 你看 是不是就容易了很多 是不是就容易了很多 你看 再出画面 这个讲的是这个 冠军和这个肩佳 然后呢 再看一下 你看诗经 出一个诗经的画面 对吧 西周到春秋 305首 然后呢 风雅 颂 是不是能出图 哦 是按照音乐性的 是负比星 第一时间是不是就记住了 你看 并不难 对吧 这是一种联想绘图的方法 这是联想绘图的方法 当然你也可以按照前面 我说的一样 就是呃 绘图方法和这个联想的方法 唯一的区别 就是一个是在你脑子里面 自己编一个故事 自己出画面 一个就是你把你想象的画面 用手去绘制出来 绘制出来 就这么一个区别 没有别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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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呢 你自己要去感受它 自己要去感受它 自己去感受它 再比如说 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新中国第一位 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 是谁呢 老舍 其作品是龙虚钩 你就可以想代表作龙虚钩 对吧 儒家两大代表人物 是孔秋和孟子 分别被尊称智圣和亚圣 那你看三纲五常 对吧 三纲 富为子纲 君为陈纲 富为七纲 五常是人以理之心 你看郭沫若 女神三部曲 然后呢 你看一下 郭沫若的女神三部曲 有哪些 女神之再生 然后香果等等 然后呢 三个代表都有哪些 你看这里面又很有意思 这里面有意思 你看像这样的一些知识信息 都是属于文学常识类的 那你看一下 你要怎么记忆它 其实你看 它所有的内容 就是告诉你一个事件 告诉你一个事情 告诉你一个发生的东西 所以你要永远记住 就一个底层落件 把它转成画面 连接机型机 就把所有的知识内容转成画面 能够连接记忆就可以了 就你不用去担心说 这个东西会不会记不住啊 或怎么样 想多了 就去记就OK了 文学常识类的话 一般喜欢就分成这两个 一个是短一点的 一个是长一点的 再一个就是跟你自己的目的 如果像一些考音乐史啊 包括说美术史的 包括说要考这个文学史的等等 你肯定要记住大量的 这些文学常识 那你就可以用我刚才说的方法 那如果你想把知识点 形成知识面 你就一定要有一个 一个整体的一个结构感 所以你还是要按照它的一个流程 按照你不要说送上 接下来你就寄唐草 最好按照一定的顺序 或者有一定的规律 或者是有一定的一个整合 这样会更加有助于你经济 而且还可以未来借助 思维导图的方法 把它串联到一起 OK 今天呢 给大家留一些作意啊 给大家留一些作意啊 你可以第一时间去完成一下 第一时间去完成一下 然后我说一下 做一个总结啊 文学常识类的 一般我们是用 像联想方法和绘图 其实自投课 属于联想方法的 其中一种方法而已 联想法里面 你看一个固定答案信息 多个固定答案的信息 它用的方法也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一般情况下 不会选用这个记忆供电 我刚才讲了 记忆文学常识的步骤 一般就熟读 确定方法 找关键词 转换画面 还原 复习就OK了 这个确定方法 你可以在后面再确定也行 因为一般情况下 熟读理解了以后 找完关键词 转换成画面以后 你自然而然就已经清楚 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 给你做一个参照 未来你大脑就有一个概念 这样的知识点 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 好了 小伙伴们 多多训练 多多复习吧 除了这个内容以外 还要坚持 我们每天的数字训练 让我们可以越来越悠悠 那今天内容就先到这里 赶快去训练吧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